DST 這兩種結果都是要跳開副程式 所以這樣寫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執行 只要其中有一個 這個或這個沒有填的話 它就不會有任何作用 就不會有錯誤 可是這樣的程式 基本上還是有一個 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就是說它跟使用者互動會比較差 因為使用者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不行呢 那你 就必須要跳出一個訊息給它 那訊息給它 我們上次是 跟使用這個 這個 跳開之前先有了什麼呢 有一個message msgbix 就是一個訊息方塊 挖符有沒有 裡面的話給它一個訊息 就是請輸入身高或體重 好 那這樣齁 就 執行 那如果說它真的沒有 沒有這一個填的話呢 會跳出來 但是有個缺點 第一次一定要自己點一下 不然使用者他不太知道說 這樣就不會跳出來 有一點點 bug 還是不是很好 可是也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其中的一種方式 就是說呢 當使用者沒有填入身高或體重的時候呢 就給它一個訊息出來 然後呢 直接就離開程式 那這種方式是用寫程式的方式來解決 除了這種方式以外 其實我們等一下順便提一下就是說 在這個其實第五章 第五章裡面呢 你們等一下有時間可以看 第六章裡面 第六章也有提到 就是說所謂的驗證控制項 驗證控制項就是說 在這個基本的 在六支五頁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個 基本的驗證控制項就是說 你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它就幫你驗證好了 不用寫任 你只要懂得怎麼樣把 驗證控制項拖拉過來 它就幫你驗證 不用寫程式的方式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就是說 第一個 怎麼樣利用鑽證程式的話 判斷說使用者 到底有沒有輸入這個資料 另外的話 我們等一下來講就是說 怎麼樣利用這個 基本的驗證控制項呢 幫我們做驗證 但是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也可以達到 好 畫面先往給各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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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身休息 然後再給各位一下 我們來看看